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忱 热情 走过了一个月 我的老师 我的会读 我的牧师 我的朋友 也归天家 安息主怀一个月了 但是他给我们的影响还是这么的深刻 他是个充满热忱的人 他虽然在身体上 心理上可能有一些的缺陷 我知道他身体来 印象来不好 他是一个充满有热忱 热心的一个人 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服事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到很多时候 他可能太过的积极 太过的热忱 可能在眼里上会得罪到一些人 但是他为主的福音 来信道 来先讲 充满着火热忱 有一句话说 Fear God but not man 就是你要惊怕上帝 而不要惊怕人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少了一个热忱 我们不能够把工作做好 圣经这么说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诀 我与你同在 这是你唯一所需要的 我能力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 但靠神的大能 我们要与他同佛来服事 大家服事你们 这也是哥林多十三章四节这么说 所以巴不得 我们在我们知道我们有热忱的时候 能够遮盖我们的一些的缺陷 我们一些的不足 无论是在心理上有恐惧 但是不要因为主给我们的使命 失去了我们的热忱 我们要热爱我们的身影 我们要热爱我们周边的朋友 我们要热忱的去做每一件事 巴不得今天给大家分享 能够让大家体验到热忱 是能够影响我们周边的生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 也是在我们当天出兵礼拜 众牧师在会读出兵的时候 唱的这一首的诗歌 这首诗歌就是因为主耶稣神的爱 神圣的爱远超我们众人的西腰 神圣的爱远超我们一切天 神圣的爱远超我们一切天 bronระ共和白支持我们 did 也在我们完成了忠 faithful 神圣的爱远超我们的幸迹 天生未兽 尽力阳的爱bage 6 fieldinhard church about sing 神圣的爱远超我们的爱远超我们的爱远超یا 我要 demek远超我们的爱远超目的爱远超我们的爱远超师 体验到神给我们心中的热忱 来体验 也能够来把祂的福音传出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有一件名言 是末末说的 我们第一印象最终的 最终的印象最终的 让我们一根热忱的心 无论做什么事 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印象 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永远不能磨灭 因为我们的热忱 我们热爱生命 能够把福音继续地广传 让先贤让我们的老师 我们会读的顺悔 他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的老师 亦师亦友 在我们继续地 让着祂的热忱 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把这个福音继续地广传 今天就加强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 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谢谢 谢谢 下足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